很多医院里都有专门的陪护病人的护工 而是否需要护工照顾都是病人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决定 需要就请不需要就不请 不过有患者家属反映在省肿瘤医院的115病区 病人住院的时候要收取一笔护工费 否则就不给住院 我们调查之后发现这个护工费确实是收了 但并非是强制的 问题是出在院方在收费的时候并没有解释清楚 在江苏省肿瘤医院115病区 几名病人和家属们正在议论着住院需要缴纳护工费一事 你们也叫的 叫什么 护工费啊 多少钱 不是不是现在压力是多少 五百 不叫不行啊 不叫不行 不叫他不管我们绑 你现在就是说绑架我们强调我们 抢护工费五百多年 我们是把这个五百多年损纳了 是没有知病的 并不是来护工费的 在病房我们了解到 住在115病区的病人们 都是在住院时缴纳了数额不等的护工费 那么这些护工费真的是强制收取的吗 随后我们来到了115病区的护士站了解情况 护士们都表示 115病区在肿瘤医院属于护理优质病区 多交点护工费也算是物有所值 看来想住115病区 这笔护工费是肯定要交了 随后我们找到了江苏省肿瘤医院的相关负责人了解情况 一位专门负责医院内护工的工作人员道出了原委 这位工作人员表示 护士们让病人交的护工费是预付款 预收一些费用是为了保证护工随教随到 这笔款项并非强制收取 也不存在强制消费 如果病人在住院期间不需要护工的照顾 在出院时 咱们会将这笔钱退还给病人 在采访过程中 恰巧有一名病人家属前来退费 大姐您住的是哪个病区啊 115 115病区是吧 这个退的是什么钱 就是那个护工费啊 之前就是你住院的时候交了500 对对对 你现在用了几天呢 两天 用了两天而已 就到这边来退钱 对对对 随后这名工作人员拿出了115病区所有病人的缴费收据 在每个收据背后都清楚的写着 每个出院病人在住院期间用了几天护工 选择的服务价格以及退费的金额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 推行无赔化的病区提高病区的服务质量 对于经济宽育 而且家里抽不出人手的患者来说呢 确实是好事 不过如果在这个收预付款之前 将这个情况向病人以及家属讲清楚 消除更多的患者及家属的担忧